雖然在烏克蘭裡面寫入了憲法 但如果只要是大家退一步的話 其實打仗全面的兵戎相見 機會不是那麼大的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反問一句了 最近這個月這個地緣政治是升溫 但有沒有拖累到港股先 我提醒大家 1月6日的時間 恆指最低是22709 這兩天有些反覆 都大概24300-24500 就是說你一方面講 俄烏的危機升溫 但是港股在期內升了千多點 既然港股沒有因為俄烏的問題大跌的話 就算緩和的話 也很難因為這個因素大升 所以我暫時判斷了 在2月5日還是有阻力的